要投資 先求資 關注我們還理智 大家好 我是Shayna 一橋三地創輝煌 港珠澳大橋通車五年了 見橋故事大揭秘 珠海的房價一鳴驚人 10分鐘Shayna帶你了解這個 世界奇蹟工程背後的效益 港車澳車如今流行不上了 開車到珠三角 走親車 探美食 尋商機 養老投資成為港澳一個新時尚 5年前的10月23日 這個經歷了6年籌備9年施工的超級工程 正式開通 5年之後 港珠澳大橋 令大灣區的一家人行得越來越近 今年的10月23日 港珠澳大橋就迎來了建成開通的5周年 5年以來 港珠澳大橋進出的出境車輛750萬輛次 往來與港澳三地人員3600萬人次 其中 今年的中秋國慶假期 往來的旅客超過50萬人次 10月2日 單日通關車輛突破1.4萬輛次 刷新了大橋通車以來的最高紀錄 這麼美的大橋 大家對它的建造過程 又有沒有了解過呢? 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 工程的項目總投資額大約是1269億元 從開工至建成 耗費9年的時間 因其超大的建築規模 空前的施工難度 以及頂尖的建造技術 而文明世界 被國外的媒體 以為是新世界的七大奇蹟之一 這座亦都是圓夢橋 曾經有人這樣說過 如果在珠江口見一座穿越零丁羊 連接珠江東西兩岸的跨海大橋 可以打開珠江西岸製造業的出海口 亦都可以令香港的繁文商業 輻射到這裏 1983年 香港外國人士投資家胡盈湘首次提出了 修建跨珠江口 連接香港和珠海的跨海大橋購賞 在他的眼中 人家美國可以見 我們亦都可以見 在他提出購賞的5年之後 在與香港望海而隔的珠海市委市政府 決定打通對外開放通道 建設一座連接珠海和香港的零丁羊大橋 並且事任珠海市市委書記梁港大的大領下 完成了對零丁羊大橋的規劃 然而這些設想和規劃 皆因為種種的原因而割置 一直到2002年 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 再加上港澳回歸的契機 興建港珠澳大橋 成為了越港澳三地共同的願景 在2004年4月 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 正式成立 從穩量建設到前期工作 全面啟動 從正式開工到大橋全面通車 走過了35年的時光 大橋通車之後 年如百順的胡應箱就感慨到 如果沒有今天的中國 港珠澳大橋永遠都是一個夢想 說完大橋背後的建設故事 相信大家都被心心打動了 有投入當然就有收穫了 以下Shannon就通過貿易、人口、地產、產業轉移等的圍道 跟大家說說這個世界級工程背後的經濟效益 5年以來 經大橋珠海公路口案進出口的貨物總值突破7000億元 目前珠海公路口案進出口的貨物 收發地實現對內地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全覆蓋 市場涉及的國家和地區 由2018年的105個增加至239個 截至今年的9月底 經大橋珠海公路口案進出口的總值達到980億美元 其中大橋成為了香港新鮮食物的快車道 珠海撈起來的生農海鮮 只需要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香港 有水產公司的老闆就表示 20小時便利通關的措施 為大關區的蔡南紙企業搶時搶先 節省了一半的物流成本 第二,數據顯示 廣珠澳大橋開通的5年以來 大橋口案進出境的港澳居民達到1980萬人次 佔比高達55% 越來越多的港澳人士 北上發展、投資、資業、養老 說起養老 目前香港社會福利署 已經通過了廣東遠社住宿照顧服務計劃 令香港長者入住廣東少慶 和深圳鹽田營辦的院社 並會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計劃 隨著粵港澳三地的交通連接更便利 也有大橋的保駕護航 或港人北上灣區 珠海養老將會更有保障 根據《不完全統計》 有超過9萬的香港長者已經在廣東養老定居 未來隨著大灣區的融合發展 會有這麼多便利港澳居民入月養老的措施出台 一橋跨山地 其中珠海無二是最大的受益者 作為港澳人士北上必經的首站 通橋之前 澳門當地核心區域 房價大約10至13萬每平方 香港核心區域的房價大約15萬以上每平方 而珠海共北片區作為承接港澳客流的口岸片區 16年的均價大約2.6萬每平方 而在17年即將開通的前一年 暴漲70%至41,000 18年開通的當年 直衝51,000 而在2019至2021年間 一直保市4萬以上 雖然近一年以來有所回落 不過一直都是高位站剛 正所謂路通就人通 人通就財通 珠海的房價也得以一名驚人 港珠澳大橋通車運營5年以來 大橋口岸24小時通關的優勢 和連接三地的變節交通物流網絡 令到大橋一月成為大灣區 至關重要的交通大動物 截至9月 在珠海註冊的港澳企業累計15,379家 比港珠澳大橋通車前增加了5,279家 增長率高達52.3% 在2018年至2023年8月 有33個港澳企業項目 在珠海購買了125.45公頃的土地 扎根發展、含蓋健康醫藥、生物技術、 信息技術等多個方面 另外 珠澳物流源也得到迅速發展 其中珠澳港珠的跨境電商 可以大大地折省運輸成本 也得到發展的先機 從虎門戒橋到港珠澳大橋 到南沙大橋 深中通道 曾經被零丁羊隔斷的珠江口兩岸城市群 在一條條交通大動脈的村深引線中 緊密連接 晴空萬里 港珠澳大橋 猶如一條巨路 展現的是中國道路的精彩卓越 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大家未關注的朋友 記得按個鐘仔follow我們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